今天我要给大家推的这个书绝对是 由此以往所有的书里面的重中之重 就是我们的推背图 那其实推背图那本书啊 我早就想出了 但是为什么要现在给大家录呢 因为如果大家之前不看我给大家推的 中意那些书啊 然后包括太平那些书啊 其实对于推背图那本书 你就录起来 感觉有点懵懵的 那同样我给大家这个带来的两本啊 这本是特别早的一本 这是97年代 96年 96年印刷的 是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那它不完整 这本书非常老 我觉得可能跟当时的这个印刷的实在有关系 它不是把所有的项都写得完完整整的 于是我就又买了一本 现在大家可以买到了 这个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推背图 读书笔记 在中国的预言的这种书籍里面 一共有七本顶流 然后给大家贴在这 这七位老师啊 就是我们数数界的爱豆 绝对都是一等一的顶流人物 那他们写了不同的预测的书 那其实顶流的理由就是这本 李淳峰和原尖竿合注的推背图 那我们说这个 开始一说这推背图 这什么呀按摩的呀 其实不是啊 它其实因为集中推了六十项 在最后一项中它写到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修 就是说它一直推测一直推测 推测到这情况实了 然后呢那从背后有人拍了拍它 那咱们不要再推了 去休息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推背图这个就是这么来的 那其中呢 这本书里边呢是有六十个图 有六十甲子 还有六十个怪 然后一会儿我会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读懂这本书 那这本书与西方的朱世纪这本书 并列为预言书的两大编封 那在这本书里 从武则天到女皇 一直推测到南宋的灭亡 到明朝的建立 再到慈禧的西陶 所以说整个这六十项里面 贯穿了我们中国的历史 那我们下面就说了这个 推背图的神奇之处 那针对推背图这本书 我们怎么去发现它的线索 怎么读它呢 大家看这是它的第三项 一共有六十项 第三项它写了武则天带唐称帝 那这个就是推测出来武则天 有一个女人会成为皇帝 那它的线索一在于这个卦 这个卦里面呢就有阳阳 就是我们横着的这个 断掉的叫阴阳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卦里面 它本身的阴阳的一个状态 然后其次第二个线索 这个卦叫顿卦 大家在周易那本书里面 就可以找到顿卦 其实是有它本身的一个含义的 接着第三个线索是饼银棉 那就是六十甲子里面 那它其实是有一个五行的生刻在里面 饼其实是火 银其实是一个木 那这个饼银棉是有一个生刻的概念 紧接着我们会看到一个图 因为我们整个推背图里面 每一项都有一个图 这个图在解释在这边 这个女性暗指武则天 然后大刀为她巩固皇群 其实图片会搭配着一个称约 那这个称就是这个词就是来解释这个图的 接着是一个颂约 颂约是来解释称约这四行字的 紧接着是有一个金圣探的批注 这个批注等于又一次重新解释了整个的这个意思 它等于就像是古代人的白话文在解释这个 那我们现代人的白话文解释呢就在这一边了 这边是一个图片的事业 然后是很容易懂的啊 然后接着是诗词 它会给你写当时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接着是《易经》中的卦象 卦象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这个顿卦对吧 然后大家看下面 这个卦象里面呢 它这个解释的其实已经是非常白话 《易经》里的解释会按照这一个一个一个的往上走 那大家看哈 后面还有一些历史的真相 然后大家看它里面这个解释里面 它有初六六二九三九四九五 然后以及最后一个上九 它其实是从最底下的这一窑 开始给大家做注解 初六窑那就是这一根 六二窑这一根 九三窑这一根 九四窑这一根 九五窑这一根 然后上九窑就是这一根 它把每一个窑都分别给大家做了解释 就是一个事物发展的顺序 规备图 大家要知道里面的这些信息 然后它会给你扩充讲解很多 它会防得一生啊 然后会扩充一些毒物啊 这个 这一个像就是在讲安始之乱 然后里面就有杨贵妃的呀 大家可以往后慢慢看 其中每一个都是如此 那经过我给大家 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去 呃 教大家怎么去看这个六十个像 那其实大家在鼓这个的过程中 就会容易很多 那当然它其实呃 里面的像呢 有后面一部分是没有应验的 因为它一共出了六十个像 像有一些像呈现和有一些像 其实还随着时间的过程 我们还在往前推进着走着 那也希望呃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真的就是这本非常 暗藏玄机的书 啊 我觉得从唐朝开始 一直到我们新中国成立 一直到我们现在的繁荣畅 大家可以从推卫图的那些像中 都一一的得到解答 好吧 那这本神奇的书 我今天就推荐完毕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然后看看我们古人的智慧 这本最著名的《语言诗》